柯文哲今天的下場 應該是百分之百被收押嗎 我百分之百會收押 如果沒有收押 就從此不上XXX 這份沒有播出是不是 沒有播出啊 就重錄了 但是你至於說 誒 柯粉要怎樣就怎樣 我等我來看看 網友想怎樣 但是很多目前為止 都是吳董加油 哈哈哈哈 我特別打電話給吳宗憲委員 因為吳宗憲他是檢察官嘛 他是公共檢察官 他說不是 這是法律規定 但是 但是 這裡面有一個技巧問題 可是北檢會不會把新市證 一併呈上給法官看 會啊 我呈給你看 你看不看是你家的事 而且這兩天在媒體的風向 也會看吧 當然會看啊 那是新證 但是 但是注意喔 這些所謂的券證 新的券證 被告的律師不能看 被告律師看不到 因為規定是不審閱 不審閱我就不給你了 可是我夾在我的券裡面 通通送給法官看 所以法官可以看到新的市證 柯文哲的律師跟柯文哲看不到 因為法律規定說不審閱 不審閱已經是定案了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說 好像有什麼變化 我也很小心啊 因為我怕我個人 對法律的見解會有錯誤 我特別打電話 跟吳宗憲委員 最近談了10分鐘 他跟我解釋 這個法律背景跟關係 那這個是權威嘛 然後這是第一手的消息 我不知道別的律師是怎麼講的 然後各台可能都會 對這個有提出看法 我跟大家再成交一點 這個是前任檢察官 吳宗憲立法委員 剛剛跟我在10分鐘內 跟我解釋的 資訊